高明秀 这么多年 只有你惨人损人 高家到底有谁对不起 告诉我 告诉我 得知 你先别激动 快慢慢说 只不过有一些 事不顺的一心 一些你要的东西 没有得到 你就能出卖祖宗 出卖爹娘 跟罗仁杰这种小人同流 和我一起对付自己家人 高明秀 你不姓高 你不是吃高家米 喝高家水长大 你都垮的是谁 好了 现在 高家垮了 冰铺也歇业了 眼看连祖宅都要点压出去 你们满意了吧 你们开心了吧 我是来跟你们道喜的 恭喜你们 你们 你们现在 拆了高家的门墙 接下来 是不是 要玩高家的祖坟呢 好 来 你 都要求你 还要求那 你 帮我 他 再 他 我 就 我 有 没 你 好 我 你要受得委屈 你也该理解啊 别跟我说你有委屈 爹只是不肯亲近你 吃的 喝的 用的 乐的 哪样少过 就连你跟人大海的坚情 爹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爹没说委屈 你委屈什么 怎么知道 爹那么辛苦 放下刘姨娘 是委屈了她自己 要说委屈 刘姨娘才是屈子 大致 林大海恨高家 我不愿 大丈夫快以恩宠 高家要是毁在她手里 那是我们没本事 可是你们 你们凭什么也很高兴 那里面 那里面住的都是你们 最亲的人 最亲的人哪 你们凭什么 难怪大女儿 宁肯把家交给她恨透了的名誉 也不愿认你这个女儿 你也不愿意 她们靠近的名字 你不愿意 她们把家交给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会说 我认识 咱们现在不做争理吗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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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香怎么了 少爷在哭 哭得好伤心 为什么 他去找了二夫人 二哥 这样闷着对你的脸不好 我 我看见他 他们简直狼心狗肺 不要这么说他们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把他们当家人 他们拿你当仇人 我们东西做不好 别人不买 关门歇业都应该 可是被自己人设计算计 我不甘心 我 我 我怎么有这样的娘 有这样的解决 我 我怎么有这样的娘 有这样的解决 不好去埋怨别人 不好去埋怨别人 或许大姐他们 是帮我和美堂一些 可是就算是没有和美堂 高家饼铺 也还会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精益求精 应该加倍努力 不断地壮大自己 而不是指望着去做独门生意 现在 正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 才让旁人有了可乘之机 你 旁人 这个旁人 就是我的亲娘 二哥 亲娘还在 比什么都重要 我宁愿没有这个娘 不要这样想 不要 有我这么痛的遗憾 二哥 其实 你应该替姨娘高兴 姨娘和高家 这些恩怨纠缠 说不清谁亏欠谁多些 可是姨娘生你 养你 为你费劲的心力 对于你 她是没有丝毫亏欠的 所以别人可以说她 可以怪她 你不能 只有你 二哥 你非但不能怪她 你还应该替她高兴 不管你她还做了什么 她对姨娘 却是始终如意 她们之间的情感 不见如于礼教封锁 可是却能不为人言相依相守 有人 能够比爹更加地珍惜姨娘 你应该为她高兴 不是吗 不是吗 好了好了于真 不哭了不哭了 你看看你 孩子的话你也当真 再说你是她亲娘 由不得她不认 好 于真 她现在在气头上 等时间长了 她这镜头过去了 她就想开了 你放心 她不会真的怨恨你的 不 你没看见得知的眼神 语气 那孩子从来都不会这样对我的 但是真的怨我 恨我呀 怎么办 大海 你说怎么办 大海 咱们离开河北堂吧 这贝女的手艺 咱们带两个徒弟 咱们到哪都能生活呢 大海 行吗 大海 咱们走吧 余真呢 要是早几天还好说 现在 朕都晚了 晚什么呀 腿长在咱们身上 想留不一定有的咱们 想走还不行啊 余真呢 高姐那些我调教过的师傅 都偷夸了我 现在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再说是我让他们跳槽的 他们卸家贷券来到了离子开高姐 现在 我却一走了之 不 我做不来 余真 你听我说 卢仁杰虽然坏了点 但是 她对我还是言而有信的 现在喝美汤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等了一辈子 才等到这样一个机会 现在让我放弃 我真的是不甘心 你 余真 师傅们还等着我上一事情 我过去了 不得再哭 你放心 何美汤一到手 我绝不会让得知受委屈的 不哭 我走了 我走了 有事快说吧 我很烦 不想跟你啰嗦 好好好 大小姐我快说 但是我快说 你可一定得由我做主啊 你说这几天林大海天天地使唤我 使唤来使唤去 我 我到夜里 连那个厂房都不能进 好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 你要是觉得窝囊 就自己去跟她斗啊 我听到厂房的事就烦呢 大小姐还有 大小姐 这是你不理我哦 他来干什么 他不肯说 非要见到你 我怕他真的有事 所以没敢回调他 小姐 我看他是黄鼠蓝拜年 没安好心 这我知道 可他来想要什么呢 搞家还能给他什么 好 靠伯母 有日子不见了 您这一向可好 坐吧 罗少爷 伯母 您还是像以前一样 叫我名字吧 这少爷夫人的 听得多生分 老大 听说你的病又犯了 看大夫了吗 看来你对我们高家的事 是既熟悉又热情啊 我们两家的关系不同 你我 有亲如兄弟 哦 原来你跟那个刘建强 是同一个媳妇的 那就上台上唱歌 别在我们高家言 看来我们之间的误会很深啊 你来高家有事 说吧 靠伯母 我今天来没有恶意 我知道高家丙部 现在有困难 但是我主持何美堂的生意 不能在这方面给你们什么帮助 只能尽点其他方面的心 哪方面 我听说 您要点压高家大宅 啊 高家这座百年古宅远近持名 叠后要是说不回来 罗仁杰 让他说 我是说如果 当然了 这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儿啊 如果说不回来 让当铺随便处理了 我就太可惜了 我愿意现在就买鞋摊 无论你们看什么价钱 都不还价 我们就是要卖 也绝不会卖给你 德志 话不要说得那么绝 这个世道 什么事都有可能 这事就绝不可能 是吗 是吗 这就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是吧 你绕了那么大的弯 费了那么大的劲 也做了那么多的事 为的就是 高家泽做百年古宅 高伯母 都说您精明 你也确实没让人失望 没错 我处心纪律想要搞到手的 就是这座宅子 罗仁杰 而且 我想要的还不止这座宅子 罗仁杰 我再问你一次 你让那个戏子 右拐明秀 可是你的主意 对不住我伯母 是 受快吧 主意 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那个明云进门的大嫂的耳根子那么软 随便别人说什么都英语 我再问你一句 你怂恿四大爷 劝我们家老爷 让明月代价 也是你的主意 是 也是我的主意 不瞒您说 在那之前 我就十分地仰慕高家的三小姐 但是您的侄子老实挡着我 我只能动用点心计 我替达哥迎娶明月进门 当然也做了代替达哥的打算 只不过 您有执意接回了明月 所以 你就不择手段对付高家 对付我 还有您的侄儿 杜浩然 üz云 你 明月 你休想 大娘 不要理她 或是茗玉愿意回罗家 那一切都好商量 怎么商量 大娘 我说了 什么事都好商量 像是没有人再会跟高家禀铺作对 高家走了的下人师父 都会再回来 您心疼的娘家侄子 能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师父的椅子上 没人再去拉扯他 能商量的事太多了 对吧 伯母啊 既然您上次为了高家能牺牲明日 这回高家的处境比之前还要危险 您何妨再做一次 历人又历几啊 出去 伯母 你快出去 大人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滚 赶快滚 阿贵 叫人把这红枣干掉 干掉 李子没了 面子还挺英气的 哈哈哈哈 坐在大师父 这鬼杖不错 也适合你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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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大娘 你不需要和罗仁杰生气 他是存心来激怒你的 就是了大娘 跟罗仁杰这种人不值得生气 小军 你怎么又哭了 我说你们几个能不能少说两句 受了龙人杰的气 回头还受自家人折腾 小军 你精神不好 不要再说 不要再气了好不好 我那怎么能不生气呢 我一辈子 都被人说上是 精明能干 没想到 没想到竟被一个晚辈 玩弄酸气 我 小军 明月 大娘 你让你受委屈了 大娘对不住你 我没有委屈 我得到的 你失去的多 就算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为了高家牺牲我的一切 不会了 以后 大娘不会再让你为高家牺牲了 不会了 大娘 我还是会为了高家牺牲的情绪很复杂 我仍然会为了高家牺牲的情绪很复杂 我仍然会为了高家牺牲的情绪很复杂 他会认为非得到不可 他会认为非得到不可 可是不管他提出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答应他的 你在想什么呢 我才想你刚才说的话 愿意为高家牺牲的情绪 他会认为高家牺牲的情绪很复杂 我仍然会为高家牺牲的情绪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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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千万别发火 不是到了事情 到了火烧没爆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来找你的 怎么 你又闯祸了 大小姐 我这次绝对的冤枉 我这人一向本本分分的 我就怕给您找麻烦 可是麻烦 他还是自己找来了 你快说吧 我要去铺子里了 去完了 你娘不知道怎么摆弄我的一瓶酥了 对 没错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事的 这个林大海呀 把高家饼铺那点老底全给兜出来了 现在厂房 厂房的人全部都要听他的 我现在管都管不了 当时我就说了 我代表的是您呀 您是大股东啊 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呀 我现在担心的是罗少爷 罗少爷会不会一把这个目的达到 然后再把你撵走 大小姐 好了 废话少说 我问你 何美堂的持股 我六 你四 什么事情我说了算 这是我们当初讲好的 对吗 是啊 我们不是一直在听你的吩咐吗 好啊 那我就要你这句话 你们都听着 我要林大海走人 他今天就走 连他那个拼头硬起滚蛋 厂房交给阿商管 其他的人都不许插手 罗仁姐 你要是再磨磨蹭蹭的 我就拿走我的六成谷 和阿商再去开另外一家店 你姓林大海 好啊 那就让那个残废去帮你撑场面吧 你笑什么 你以为我开玩笑笑唬你是不是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我也最讨厌别人耍弄我 你信不信 我罗仁姐要耍弄你 就是把你卖了 你还得帮我数银票呢 好啊 叫车谷走人是吧 那咱们就把账结清了 高大小姐打算拆骨 既是拆骨 就要把骨资结算清楚 品质 请高大小姐公命 高小姐 谢谢账本 按照骨本计算 高小姐持骨六成 加上余额和分红 一共是六千七百四十大洋 我不用大洋计算 你帮我算成银票 上面写的两百二十 是什么意思 这是结算之后的余额 什么余额 你跟谁结算了 你着什么急啊 我这不是正准备跟你解释吗 这是阿商师傅 向货品供应商索取回扣的单据 一共是一千七百四十 这 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拿那么多呀 我 我是拿了点回扣 可是我真的没拿那么多 也就是摆了一块大洋而已 我 阿商师傅 这厂家都已经付了钱了 买卖也做成了 你没必要做假账啊 上面不都是你签收的吗 大小姐 我我真没拿那么多 好了 别丢了些 好 这笔账我认了 六千四百多 扣掉这一千七百多的 这个 是你签收的 我签了什么 省城县城两笔批发的货款 北京天津商户的定金 加在一块一共是四千七百四十 钱你签收了 但是却没有入库 我几时签收了这笔货的 这个月初八 好像是你一个人在看店 是啊 那天我去卷头发去了 我是一个人在店 但是我没有收到这笔账单 更没有签收这张单子 高明秀 看清楚了没有 签单上是你的责怒 这样吧 你把拿走的钱交出来 我就把该退你的股黄给你 你要是不拿出来 这两百多大羊 就以你的分口折成一票 直到你的股份已经结清了 我们俩清了 不人结 高明秀 你可知道好歹 我已经在照顾你的脸面 阿商要是没有你的支持支持 他有几个胆子敢去收人家的文靠 他倒能收一千多大羊 孝敬你的能少吗 你私自浓用货款 我本来还忍着 但是你今天要拆股 咱们就得算清楚了 可是我没有想这笔货款呢 阿姨啊 这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 你给我闭嘴 高明秀 钱你已经拿走了 账也给你结清了 你是自己出去 还是我找他送你出去 你 你要是觉得委屈 咱们也可以打官司 顺便让大家都知道 你的钱是怎么弄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最讨认别人的逼行 岚小姐 我真的没拿那么多 大海 人家说的是不是真的 太明秀的样子 不像是把钱拿走了 倒像是被什么人栽了账 有理说不清 大海 我刚才是不是说栽账 大海 你说话呀 明秀是不是真的 被人家算计了 是不是啊 天哪 要是你以后跟人家 有什么对不上的 人家也会一样对你的 大海 你也没把握是吧 高小姐 来 里边请 爸 慢点 来 高小姐 请坐 请坐 高小姐 我们裤子里的嘲讽呢 已经仔细地看过 福尚的宅院了 也请了其他的行家 做了评估 都认为 高家大宅是风水好 位置好 可是难得一见的好居出啊 尤其是福尚对 宅院的保养 可谓是尽心尽力 这可大大提升了 高家大宅的价值 所以 我们对高小姐所开出的点压条件 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我们只加了一条备注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陈老板 这 高小姐 这可绝不是为难你啊 说真心话 我是沉心想和高小姐做成这笔买卖 正因为这样 实话就得说在前头 不瞒你说 这几年 洋人特别喜欢购置中国的老庭院 而且是年代越久的 他们就越是喜欢 所以 像古上这样的好房子啊 他们可谓是求之不得啊 高小姐这次点压房子 要是还得起呢 我也赚了高小姐丰厚的利息 若是 若是以后还不起 我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推销给洋鬼子 卖个好价钱 我呢 是左右都不会吃亏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 现在就和高小姐把话都说清楚 陈老板 谢谢 我了解 好 高小姐了解就好 但我知道 府上现在人手不宽宇 要是这条备注执行起来的话 恐怕会很费力 高小姐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妥的话 我陈某 绝不勉强 陈老板 能不能让我把合约拿回去 跟家里人研究一下 没问题 当然可以 但是 我给高小姐准备的款项 已经放在店 恐不能放久 所以我想 给高小姐三天时间 你会府上好好商议一下 三天之内 我等高小姐的答复 嗯 谢谢 不客气 那请 请 总好 陈老板 罗少爷 你何必横生质劫要他多考虑 万一迎起他的警觉 岂不是自找麻烦 罗少爷 我这永胜当铺开门做生意 可不是只做你这一单子买卖啊 我有我的原则 不过 你也尽可放心 这一行我待久了 越人无数 我最清楚客人的心思了 你越是把话给他讲得清楚明白 客人的决心就越小 这让高小姐多考虑几天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样做得诚恳 他就不会转到别的当铺里去 再说了 高家若不是现在急需要款项 我条件就是再宽松 他们也不会动心的 现在的问题是 高家急需要款项 我条件就是再延 他们到时候 也会无奈地接受的 好 那就再等三天 陈老板 我一定会重重地谢谢你 但是这件事 一定要成 非常不可 店当高家大宅 对 罗仁杰去赏黄巡视的时候 调了一份合同 我看过 合同上都说什么呀 合同倒是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般的点押条款 但是 那是什么呀 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点押期间 防舍不得损伤丝毫 否则 视同违约 合约立即终止 按违约条款偿付 我猜想了 罗仁杰是在等高家和当铺签约之后 三小姐把钱用出去 她找人到高家放马火 或者敲坏一些门墙 逼着高家的约 到时候 那不是赔钱 就是卖总裁呀 怎么办 那些孩子哪斗得过人杰呀 要不要告诉大姐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贱人 高家白养了你这么多年 快 把他绑到河上去 绑结实了 连这个混账的东西 给我一起帮走 管他呢 那是他们高家的事 可我儿子还住在里面 别动 别动 怎么了 陈老板 加了一份备注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商严商 如果房屋受到损坏 再出售的话 价钱上是会吃亏的 这个备注很笼统啊 不得有丝毫的损伤 这个丝毫弹性很大 接不接受合约是原则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了 也不过就是丝毫和局部之间的讨价还价 新闹 然后一顿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高家禀铺只有重新开张 高甲才有生路 少爷 这什么 给你的 不许见 你 你 你应该去一趟 我上哪儿是关你什么事 你管太多了 我们高姐 就是再落败再困顿 我高德志 还是高姐少爷 还是主子 你这么指使我 该做什么该去哪儿 是不是不把我当少爷了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们高姐 认定我们高姐 翻不了身 小夏 我不是真的怪你 别哭了 那天你回来 你哭得好伤心 你难过 我也难过 她是你娘啊 而且 三小姐说得对 二夫人 根本就没有对不起你 我真的要不停地 我还没得过 你不再来 我反正 你应该是什么事 我不是真的要说 你这家人 我不是真的要想 我不是真的要想 我还没得过 我干燥 我现在没得过 我又来 大致 大致 你的脸 已经好多了 三小姐说 会好的 有什么事就赶快说吧 咱娘俩非得这么水火不容 连在一块说说话都不行吗 你当初离开高架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这些 娘跟高架的恩怨 将且不提 你可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娘一直把你捧在手心里 疼着护着 娘怎么对你 你心里该清楚 当初娘是想带你走 可你肯吗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吗 小湘 我们走 等等 你这个孩子 脾气还是那么急 那么不肯听人说话 娘来是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要阻止明月 点压高架大宅 因为当铺的合约里 有陷阱 那份合约 千万不能签 我们下约 不管他就像这样的朋友 在正直播 我们下配用吧 谢谢你 我们下约